我是谷阿末 今天要来说的故事是 鱿鱼游戏 上半段起因 这些穿绿衣服的游戏参加者 原本以为这只是普通的123木头人小游戏 直到看到那台当鬼的女孩机器人 一转头抓到在动的人就直接枪毙 这时大家才知道 这是一场输了会死的生死游戏 现在唯一活下去的方法 就是通过前方的终点 不然没出口啊 乱动也只是被射死而已 123木头人规则也很简单 机器人会背对你唱一首歌 唱完就会转过头来查看谁在动 没人动的话就转头回去继续唱歌 男主角此时也在这场游戏中 他还来不及检讨自己干嘛来参加这鬼东西 他只是看到很多人性的问题 譬如那个衣服上编号写67号的女子 刚好跑在一位衣服上编号写101号的男子身后 两人事前可能有纠纷 所以现在刚好走在后面的67号 就威胁101号乖乖道歉 不然就故意在机器人转头过来时 撞你一下让你刚好被判定成在动 然后被射死 这就是摆明别人的命都不是命 然后向衣服上编号218号 这是建议周围参与游戏的人说 可以躲在别人身后 这样机器人就看不到你就算你动了也不会怎样 这完全就是利用别人来帮助自己活下去 非常自私的一个生物本能 当然还是有少数人仍然保有善意 譬如衣服上编号199号的参加者 就在男主角要跌倒时拉了他一把 避免他因摔倒而被机器人判定在动 总之他最终顺利在规定的10分钟内通过关卡终点 然后他一边看着其他来不及通关的人被机器人射死 一边回忆起以下画面 他记得那天不务正业的他 又在家偷了他妈的提款卡 然后跟朋友去赛马场赌马 这几年他能输的钱几乎都已经输光了 但他仍然抱持着 只要能赢一局就能翻身的梦 然后今天还真的被他赢了几百万 可是他领了钱离开马场连一根烟都还没抽完 就遇到讨债的人来追杀他 吓得他转身就跑 过程中他撞到一个简称小刀的女子 然后伸上那包赌马赢的钱 就顺便被对方摸走了 之后讨债的人在公厕抓到他 逼他签下身体放弃同意书 说他一个月内若不还钱 就要他卖器官来还钱 啊傍晚虽然今天过得不顺利 但他还是带着女儿去吃生日晚餐 然后装得像今天过得很快乐一样 毕竟他很少见到爱女 现在只想好好聊个天 他女儿现在都跟他前妻住 那送女儿回家后 他就打算搭地铁回家 而在椅子上等车时 一名帅勾跳出来问他说 请问玩小游戏吗 你赢了给你十万 你输了没十万给我的话 我就打你一巴掌的那种游戏 男主角听了觉得没啥吃亏 就答应了游戏也很简单 一人拿一个方块 砸对方的方块 能把对方的砸反过来就算赢 就这样他在挨了很多掌后 开心的数着赢来的钱 这时帅勾忽然话风一转 说查过他 现在欠债金额高达几个亿 所以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魔王集团 举办了游戏 冠军奖金几百个亿 有意愿的话 就打这个名片上的电话联络掰 啊原本男主角没打算去参加 毕竟那个帅勾会知道他欠那么多钱 表示调查过他 正常人哪会这样调查别人 所以肯定有阴谋 但当他回家时 他妈的却跟他说 他女儿要跟继父准备移民了 若是没有钱能证明有能力 抚养女儿把女儿接回来照顾 那他女儿真的就会跟继父走了 这样未来想再见面就很难了 于是为了男有钱把女儿接回来养 男主角这才决定挺而走线 他打帅勾留下的名片上电话 并依电话中的说明 在指定的时间来指定的地点 上了指定的车 然后下一刻他就跟车上的人一样 被车上的麻醉烟雾给喷昏 等他在醒来时 已经被送到一个很大的寝室 被换上了有数字编号的运动服 他看了下现场有400多人 接着魔王集团的手下 红一人大军拿着枪走进来解释说 各位都是负债累累在外 人人喊打生活不顺的人 然后自愿来参加游戏的 现在想退出的话还来得及 一旦现场签下同意书 那就再也不能退出也不能不玩 之后剧情就是男主角 跟着所有参加者参与开头那场 123木头人的游戏第一关卡 然后才知道玩书会死 所以存活的200多人回到大寝室后 就跪求主办方放大家一条生路 而要退出的唯一方法 前面签的同意书上游戏 只有存活者投票 超过半数同意才能取消整个生死游戏 所有人就会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但主办方也很阴险 故意放出目前累计的奖金 没死一人 总奖金就增加1亿 光是现在奖金就有200多亿了 若是游戏取消 这些奖金都会当成死去者的安家费 活着的人啥都领不到哦 这番话让很多本来就已经 穷途末路的参加者 决定放手一搏 要是赢得奖金 那人生还不从此翻转 所以分分头下继续游戏一票 最后几乎是 以一票之差 才超过半数人同意终止这个游戏 所以大家就被主办方蒙上眼睛迷婚 送回他们原本上车的地方丢在路边了 隔天一早 男主角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来警局报警 说刚刚有人叫我们玩123木头人 然后杀了一堆玩书的人 可惜这番话换成是谁听了都不会信的 警方也只打发他离开 当晚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男主角说 你妈的得糖尿病得住院治疗 而妈的拒绝住院 来跟来接他的儿子说 别加好心了 一直叫我住院是干嘛 钱都被你花光了 拿什么去看病 滚 这一刻男主角产生了 要是我能赢得冠军拿下百亿奖金 该有多好的想法 除了能替家人付医疗费 还能把女儿接回来住 有了钱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来跟前妻借医疗费时 还要被前妻现任丈夫给瞧不起 所以他想要钱啊 于是当他回家 再次发现门口被人放了一张 帅公名片时 他就打电话过去 说想再次参加生死游戏 然后他再次的与指定地点上车 被迷婚 被魔王集团的红衣人载走 而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在报警后 就被一名警察给跟上了 这名警察简称圣障吧 圣障看男主角上了奇怪的乡行车 就开车跟踪上去 发现那些车来到港口 且数量庞大 还等着上船 他躲在一旁 再找了台乡行车 偷偷躲到底部 在抓住底盘 跟着车子上船 同时把开车的红衣人打倒丢下海 再穿上对方红衣 未装成魔王集团的一员 然后跟着船 来到魔王集团的基地 一座私人的海岛 这里手机完全没有讯号 与世隔绝 基本上一般人很难逃离 之后红衣人 把所有参加游戏的人 抓到休息区换上运动服 当然主角再次醒来时 已经回到大寝室了 他四处看了一下 发现在场的都是老面孔 有一位上次还聊过天 就是这个 说过自己脑中长流 恐怕会死 简称恐流的老人也回来了 到这边 故事其实才正要开始 岛上负责一切的魔王集团首领 大魔王 在指挥室下令 开始进行生死游戏下一个关卡 内容请观看我频道里 另一个影片 等等见掰